我们就继续看这里的教学 我们来看就是111这里 第一个第六就讲 convert the following speed to the unit state to get a large group 对吗 very good convert the unit 对了 就它给你这一个这样子 你看它给你72km j的话是马来文讲的jam 就是英文讲的hour 它要你换成就是什么 它最后它要你换成就是这一个meter跟minute 所以呢我们就看了你72km要换去meter的话 因为1km是等于1000嘛 所以你72乘1000哦 那么你要把hour变成是mini 一个小时是60分钟嘛 所以这一乘60哦 两个上下来除就拿到1200 就是这样子换 ok来叫我们直接来看 第一个162km 它是hour你知道吗 就是说是这个km跟这个小时 那么呢 它要你换成什么 最后这里啊 你看啊 它要你换成meter跟这一个second 就是说meter跟second ok好来叫我们来看 所以meter跟就是这一个second的话呢 我们就第一个 这个要多写多一个步骤 就是说我们是拿162km去over我们的一个hour 就这样子写 如果你不要动 你就写一个j也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 因为你是162km 你要换成meter的话呢 我们就拿162去乘1000啊 因为就是一个km是等于1000嘛 所以你这里要乘1000哦 然后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话 我们要乘多少呃一个小时的话是60分钟嘛 所以一乘60啊 这样子 所以就拿162000去除这一个60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们这里呢 除除除1621等下 它是要换second哦 sorry我还没有我以为还要换分钟 漏了 因为我乘60是换成是这个分钟吧 它换秒 秒的话呢 你自己要多乘多一个60啊 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拿162000去除3600这样子啦 就是这个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那我们就拿到就是这一个45啊 这个就是答案 ok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呢 是12个 呃m他要minit ok我们先写这一写啦 所以12个meter 我们去除一个minit哦 这个我先写240个meter 去除一个minit这样子啦 ok好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 12个meter跟这个一个minit呢 他最后他要换成什么 他要换成cm跟second 所以呢 你要把meter 我们一个meter是不是100 所以呢 我们就拿12个meter去乘100就等于cm啊 然后一个小时 呃一个小时 一分钟你要换成是秒 秒的话呢 一分钟就要乘60秒咯 所以拿1200去除60就是这样子 所以呢 最后呢 我们会拿到就是20的 所以这里你要写一个20 OK 最后这个他要换成是km跟小时 那么因为这个是240m啊 所以我们240m 如果你要变km的话 你必须要去除一个1000的嘛 对不对 所以就除1000啦 OK 然后接下来 呃 这个分钟要变去小时的话 就一分钟我们要除回60啦 这样子哦 所以就拿240除1000 然后再去除这个一除60 你用calculator啊 用calculator帮你啊 不需要自己一个个去算用calculator啊 所以呢 这里的话你会拿到14.4的 所以45 2014.4 OK好 那么接下来呢 看了这个之后 我们就来看第七回答的问题了 OK啦 我们直接来看就是这里的 这一个第七题的呃就是 第七题的就是这一个A 这里啦 第七题的A OK啦 我们来看 他就讲 他说一呢 呃就是这一个competition 再一个就是比赛 Round 15km 他跑了15km 他说呢就是 Sugile Limber Blast Km Followed by 就是Swimming 然后就去游泳 on这种铁人三项啊 游1000个meter 1000个meter就是1km啦 And ended with 25km 然后还要骑一个25km的这一个自行车 所以这种人是强人哦 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哦 要游泳 要跑 然后又要再骑 还要再骑自行车 He recorded the time for 2 hours And 25 minutes 两个小时25分钟 For the whole event 就整个啦 这三项啊 包到完 他做到完 两个小时25分 Calculate the electric speed 算他的这一个就是速度 要用km per hour 用公里啊 跟这一个就是小时啦 他说要用这km per jam For the whole event 可以这样我们就来看哦 所以我们先看就是 他全部是多少 他呢 首先就是这个跑了15km 游泳1000m就是1km哦 然后骑车是25嘛 所以25加2 15加25的话 23是40 所以这里是41km 他一共是整个行程啊 41km哦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他整个是用了两个小时25分嘛 因为我们要换成是这一个小时嘛 所以你要保 两个小时25min 我们跟他换成是这一个就是这个就是hour 这样讲话呢 这个是小学有教过吧 还是初中一有 初中一有教过好像还没有 OK 叫我们来看 你先把25换成是小时先 所以你25除60哦 拿25分钟去除这个 哎 sorry我按错了 25啊 你除60你看我 是拿到多少 是拿到0.416 啊 0.416 所以0.416 他这个有 他很多小数耶 如果写三分数是5over12 所以呢 因为要是两个小时嘛 所以我们就er再加5over12 所以也就是说 er然后5over12 这个hour 我们就这样子写咯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除了 因为你要找速度的时候 是拿你的距离去除你的时间吗 两个小时5over12 这样你就用我们的calculator去帮忙啦 我们就用这一个就是calculator呢 去做 OK 用calculator 41去除2and5over12 OK 来看 我们就是拿到这一个的 啊 这个 或者你可以写成小数 16.96 16.97咯 你就可以这样子写 所以16.97km per hour 或者是你后面改一个jella 如果你是马来文版 一样的东西来的 OK 好了 这样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就是这一个b的这一题 b这一题呢 是这样子的 A Lolli Travel from Factory P 去Factory Q P去到Q啊 它的速度是45 然后两个小时 你看啊 给你速度给你小时 就是没有给你距离嘛 因为三个 因为三缺一的嘛 这个东西 我们的速度一定是拿你走过的距离 去除时间 它一定是叫你找 其中这三个手 一定是给你两个 另外一个没有的 你自己自己要看啊 给你speed这里 给你这个蜡烛 给你时间 就是没有给你cam 所以等一下一定要找cam then the troll Lori return to Factory P 然后他就跑 就让他走回去 走回去 这个Lori呢 就回到去P的工厂 and take 30 minutes more than the journey from Factory P to Factory Q 就是说 它比原本的 还要多了30分钟 OK 就这样子 就现在呢 一两个小时 画在这里啊 P 它去到这个Q的工厂嘛 从Q的工厂 又要再回到去P的工厂 这样子哦 所以呢 P到Q的工厂 它速度是45 它走了两个小时 就第一个行程 就用了两个小时的 然后你回的时候呢 它说 Mengangbia ma sticker Blue Minit 多了嘛 所以它回的时候 就用了2.5哦 2.5就是说两个小时 30分的意思啦 就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算 它整个的这一个 就是它的那一个行程啦 OK 好 这样来看 就是说 它距离是多少 45 45 OK 好 算它的这一个 我们要算什么 它说要算它的 它的拉筑 所以呢 它的拉筑的话 就是整个的话 就45 45 我们整个的话 是要多少呢 45 OK 我们来看啊 先算它的距离先哦 距离的话 就是拿speed 去乘它的这一个时间嘛 45 我们去乘一个2 就是90 就是说 这里P到Q 是90个km 然后回的时候又90 所以90加90的话 是180km了 OK 再去除 去的时候两个小时 回的时候是两个小时半 所以加在一起的话 就是4.5个小时啊 这样子哦 可以拿180 除4.5啊 我们180 去除一个4.5 就是这一个40 所以这里是40km per hour 或者是40km per jam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就是这样子啦 OK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C这一体啊 C的话呢 就是在这里的 A car travel at the speed 60km per hour from tau A to tau B 好 就是60km 这是它的速度 A去到B 4个小时 这个有点像 Galorie这样子 就是说 从A去到B这里 它的速度是给 就是这个60 然后是4个小时 4个hour OK and by jam travel at the speed 90km from B to C for an hour 回的时候 等一下 B to C啊 B去到C的时候 是用了一个小时 OK 然后speed呢 它的速度是在这 OK 好 就这样啊 OK A到B讲了咯 A到B是4个小时啊 然后Bugrad 等于Klajuan 这是它的速度 B去到C B去到C呢 是一个小时 这是它的速度 那现在呢 我们来去算 它全部整个行程 它的这一个速度是多少 这样我们要先去找 它的距离先哦 你看到你A到B的距离 是多少 距离的话一定是哪速度 那不明白再看回 speed一定是哪km 去存的时间 你要找回你的距离的话 就要拿这个速度 去乘时间 它的速度第一个就是60嘛 时间的话 是4个小时乘4哦 所以第一个的话是240km A到B是240km的 然后B到C的话呢 我们就拿90 它是走了一个小时吗 乘一个E啦 所以B到C是90km 所以这里一共多少个km呢 你就240加90 我们就是拿240去加90的话呢 是330km 所以这里的话是330km 你两个加在一起嘛 对不对 然后去看你一共花了多少个时间 4个小时 A到B B到C是一个小时 4加1到C是5啊 我们就除5咯 所以330我们去divide一个5 所以这里是66km per hour 这样子 所以66km per hour 或者是66km per hour 写一个J 也是可以的 OK就是这样 好那现在我们翻过去 我们来看112 OK这个112啊 在这里还就讲 叫我们做自己的洗题啦 OK Softs的赛感 OK第一个 Astraff呢 Drove his car from tau A to tau D Passing through tau B and tau C 就说你A OK这样我们就这样 画一个B啦 去到C啦 又再去到D啦 这样子的意思啦 A去B去C去D啦 以此类推啦 OK好 他就讲 The total decent travel was 整个行程是300km 然后接下来 And the electric speed of the whole journey 整个后 journey 这是他的这一个速度 所以你看啊 你要找什么 你就可以找到他花了多少时间 因为我们的速度一定是拿你走过的距离去除时间 他现在给了什么 给你距离 给你速度就是没有给你时间 所以你要找时间的话 就是拿距离去除这个速度 300km去除80km 就知道整个行程 他是花了多少个小时 OK Asraf呢 Draw 45km from TaoA去TaoB A去到B呢 是45km 你可以这样子显现 OK然后接下来 At the speed of 他的速度呢 是75的 OK km per hour 然后he continue his journey At the speed of 17 km per hour For 13 minutes TaoB to TaoC 就说了他接下来 是70km per hour OK 他的速度呢 他说呢 from这个嘛 At the speed of 这个 OK 可以continue journey At the speed of 这是他的这一个速度 然后for 30 minutes 30分钟 这里的话是走了30分钟 就是0.5个hour 这样子啊 OK 一半到0.5个hour from B to C then calculate the speed in cam per hour of his car from TaoC 到D C到D这里的时候 他的速度是多少 OK好 就这样子 所以那我们就先看 我们先做这个先 我们先算他整个行程 他用了多少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要算时间的话 我们就是必须要拿300 去除他的这一个速度80 那刚才我讲过嘛 你要找速度啊 这个你真的挺好啊 你不要说你不会哦 如果你今天还是不会 还是blur 这个我老师没有办法帮你了 因为你已经初中二了 我在这里告诉你 一定要一个很clear的mind 你先不要乱 你如果还是觉得自己不会的话 就先停一停 暂停一下 你先理清楚这个概念先 我们的速度一定是speed啊 拿你的距离去除时间 这个一定要刻在你脑子里面先 如果你分不清楚 就是这123 基本上这些习题 你也做不懂了 这是很坦白讲的 所以你要做得懂 你要让自己明白 马来文叫拉住 你不管你speed拉住的 好像是一样的概念的 你就是拿你的距离去除时间 OK 三个里面呢 三个什么叫三个 一二三嘛 它一定是给你其中两个的 还有一个要你找的 你看就是这里 300km啊 这300km就整个行程是300km 这个距离有了啦 80的话就要速度嘛 就是没有给你时间嘛 对于你先找时间咯 你就拿找时间啊 就是找这个T嘛 拿你的km去除你的speed 拿这一个 它整个的距离去除你的速度 整个的距离是多少 整个的距离这里的话 是讲300 所以我们就300了 去除速度 就是这一个80 所以我们就拿这一个300 去除这个80 你除出来 Calculator是多少 3.75 3.75呢 就是3.75啊 是什么 是hour你知道吗 是小时 就是我们讲的jump 3.75的话呢 我们就 懂啊 3.75啊 OK好来 这样我们看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来看咯 OK你看 这个首先呢 第一个 它这里的话 45吗 45 OK好 这样我们看 你这个还用了多多长的时间 A到B 你A到B 你就自己要算出来了 A到B 就这样子 45 它的距离 然后接下来 km啊 然后它跟你讲 这是它的速度 但是它没有跟你讲时间哦 所以我们就先算时间哦 时间的话 我们就拿这一个45 去除这一个75 我们就知道说 它A到B 它用了多长时间 我们就45 去除这个75 除出来呢 是0.6 0.6的意思就是说 0.6个小时 这里还用了0.6个小时 你知道吗 用了0.6个小时 OK好 B到C 它是用了0.5个小时 然后这个是它的 这一个 它的速度 但是它没有跟你讲 B到C 是多远的距离吗 它没有讲你知道吗 它哪有讲 B到C 它没有说多远嘛 所以你就要去找回 它的KM出来咯 找回它的距离 找回距离的话 就拿速度去乘时间 所以呢 我的这一个 B到C的话呢 我算它的这一个 它的距离出来 拿速度去乘时间 速度是70吗 70 时间它是走了0.5个Hour嘛 就说是30分钟啦 所以呢 我们就是拿70 去乘这个0.5 70乘0.5 就是这一个35 35KM 就说呢 这里它是走了35KM 这里是走了35个KM的 那现在你就可以做咯 这样我C到D 它的距离是多少先 因为整个行程是300KM嘛 所以我300就减掉 这个45 再减掉这里的话 这个是35 刚才我们算到是35的嘛 这样你就减啦 明白吗 因为300减掉前面这两个嘛 所以我们拿300 去减45 再减就是这一个35 减出来呢 是220 220 就是说 我C去到D是220 OK 现在我要找到速度嘛 距离有了 这样我现在就要算它的时间 OK 整个行程啊 是多少 整个行程我们是算到 3.75个小时的 所以呢 我们就拿3.75个小时去减 这里是花费了0.65 这里是花费了0.5 这样 接下来就剩下的啦 所以呢 就拿3.75 去减0.6 再减0.5 所以这里呢 还剩下是2.65 2.65个hour 就是说 C到D的时间 所以现在呢 我们C到D 我们要算它的速度的话 就是拿距离 220再除一个2.65 就算到了 OK 我们拿220去除2.65 就是这一个 这是它的速度 83.0188 但是呢 我们这里可以跟它 敬畏的 我们可以跟它 就是敬畏 等一下 OK 我们就是可以跟它 敬畏就是写83.02 所以这个就是答案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83.02 km per hour 或者是km per j 都可以 就是这样子 OK 好的 等下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回来 我们再看其他的 我们再看其他的 感谢观看